我们上节课说了 就是这些认子它的这个基态的波函数啊 可以通过这个得道 这个是基态 我们认这个它的这个波函数 那这个方程你在这个坐标表象下的话 你这个态你就可以这个波函数来替代 然后这个A这个呢 你就可以用它的坐标表象下的算数 它的坐标表象下 这个A这个算数 它在坐标表象下 就是把这个X算数直接换成X 然后P呢直接换成-I对X的求导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带进去 所以它的坐标表象下的这个形式是 然后负I跟I消掉了 那就是更好I 我没有看 就记得这样一个 把它这个 把这个作为公因子提出器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算符 作用于这个波函数 它为零 那这个这个因子 它不为零的因子可以拿出信 所以也就是 延阔弧这个里面的东西做这个卡 这个呢 它其实就等一 我们就可以倒出 是吧 是延阔弧这里面 这个是它的解导数 这是正比X 可以解除这个 然后这个比例西数呢 我们可以从个归一画定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先讲的是 有点意思 那么 是 有点意思 像是 有点意思 就是 没有 有点意思 1的負二分之一 x平方 平方 它的平方 直接就沉浸器 2分之乘i 直接的em 我能拆这个次平方 这是一个 彤细数 所以这个积分等于分号 ho 就是这里用到了 用到了 高次积分公式 其中这里的A是大于零的实数 当然你是一个纯奇数的形形 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个仍然成立 我们后面会证明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个常数因子成长C的模仿 你不妨起C 就是再开一次很好 下面的这个其实是C的一个充分条件 那个相互因子的动感 C等于这个M过敏感除以 Pi的四分之一次 你把这个机态不安图定出来了 然后 粒子树的这个钻符的 and其他本真态 就可以通过A来个 周围的这个机态 在这边画后 在这个机态上 不知的 有关于这边的 每个人都会开始 在这边画面的 不知的 但是 对 他这边画面的 它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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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